所有疫情在去年转型升级的慈恩国际艺术村 现改名为慈恩哲思之秋 去年邀请了三位艺术家来到花莲驻村 而其中来自新竹的许家珍 日前发表驻村作品 透过未来者的视角 观察吉安乡三角市场摊商 还有村民的生命故事 运用村民的房舍作为展场 透过空间让民众回到过去 2021年透过征建 驻村花莲捷安乡慈恩国际艺术村 现改名为慈恩哲思之秋 来自新竹的许家珍 毕业于国立台南艺术大学造型艺术研究所 擅长以人为载体 致力于关系美学的探索 窥探社会中族群结构 日前发表驻村作品 一块岁雨寄临地人生 透过村民的房舍 邀请民众走进空间回到过去的时间 其实总共有三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其实就是透过移上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先看到一个 就是我带着两位参与者 然后各自上两个电台 接受主持人的采访 对那在中间的房间呢 其实我们会看到在民国86年的时候 刘冠女士也有曾经参加过汉森电台的访问 他也是在呃 就是在呃 就是在呈现个人的生命故事 那再往后推到厨房的部分 其实就是我这一次跟刘冠女士 以及林志文大哥的合作 那我请他们从一个故事的分享者 在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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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跨越这个身份 回到一个演出者的身份 这演出者是他们在演绎自己生命的故事 因为我透过记录他们的故事的同时 呃 用我的观点再请他们 呃 回到那个过去的自己 然后进行这样子 呃 我的作品的呈现 那他其实就是以广播 呃 的方式 做一个呃 故事的分享 徐家珍驻春四个月时间 以三角市场做田野调查 邀请过去历史演变的参与者 摊商刘桂兰女士 林志文先生一起构筑创作 并在刘桂兰女士 位于市场斜对面家中发表作品 布置成三个场景 运用声音 口述生命故事的演绎改变 我想要表达的事情是 我们如何陪伴过去的那个自己 去呃 去彼此观看 那过去其实有很多是过不去的事情 我们只是让他暂时的呃先搁置 但如果我们现在再回去看一次 那个过去的自己 那他会是一个怎样子的生病状态 那所以就是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进行我的展演 与家乡新竹不同 许家珍表示 花莲的山海如此接近 也让他在花莲获得与以往不同的养分 持盼透过作品邀请民众 像是搭乘时光机 透过别人的故事回顾自己人生片段 学习如何陪伴过去的自己 让过不去的事情 透过现在的角度反思和成长 接着长帮燕吉安香报导 欢迎大家订阅关系的打滑